好,我們就來示範一下這一個點的部分 那我們要講的是主律動跟復律動 那首先,請各位自己 因為今天的練習,等一下要請大家練習 就是你把你的命令把它打開來 那你可以跟著我一起做一下這個部分 好,等一下你把它做上去 如果你可以提早做完,就可以先斬人了 好,所以我們現在要做的是 今天的作業是30秒左右的一個 三大便下個五股大藥室的部分 所以我這邊把中文打上去 第一個是復律動 好,我們先完成這兩個 這兩個在三大便下裡面指的就是點 點的意思,顧名勢力就是節拍 也是這一個所根據的主要的架構 那主律動呢 我們會用鼓或是bass來做我們的主律動 在那邊 好,就是鼓的部分跟bass來當我們主律動 那復律動呢,我們可能可以推選其他 鍵盤樂或是打擊樂器 這種有鼓要的一些旋律的部分 好,所以我們先把鼓拿出來好了 那鼓要找它的風格呢 我們今天來,你就隨便選一個風格 那鼓線喔 那我們今天來rock一點好了 比較流行音樂一點 好,一開始我們需要它慢一點嘛 所以我們找一個慢一點的鼓來做這件事情 好,主律動呢,就是把這一個架上去 架上去之後呢 我們總共要30秒左右嘛 所以 你拉一下上面這邊 切換一下這個時間 好,我先示範一下這邊好 好,第一個是我們的鼓,先用個 這個呢,就是我們的鼓律動 那第二個呢 我們需要復律動 復律動主要就是要配合鼓律動 彼此之間做一個無意的 比如說你在鼓再打的時候可能會有空拍 那我們就可以透過復律動啊 去把那一個空格把它填滿 好,那我們來找一個吉他 來示範吧 吉他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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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一個數字的部分的話 如果你會的同學,你自己找紅錢 如果不會的同學,你可以跟我拉一樣 就是拉1、6、2、5 這個是1,就是拉1上去 這個是6,把6拉上來 這個是2,把2拉上去 然後這個是5 這個是我們一般的,基本的核選 就是1、6、2、5,基本上用的一組 那核選部分我們現在要跟大家講 所以現在要先不管 就是如果你會的核選同學,你自己拉 不會的話,你就拉1、6、2、5 所以我們先講一下這一段,就是4個小節 從這邊開始,主旋律 不是,主律動 然後放到,你看一下 我們的主律動裡面,是不是都會有空拍 這個空拍呢,你會看到 附律動一定會把這個空拍把它填滿 這樣子就變成,比如說 直接說我們這一段 這個比較不明顯 我們等一下找一個比較慢一點的 可是慢一點的這個鼓的話 它會有空拍 那這種小的地方 我們會藉由這種 附律動 去把它適時的做個填滿 讓它彼此 產生一個 協調的一個狀態 那另外一個是 主律動 通常它都是比較低 你看一下這邊的鼓鼓分析 你看一下這邊的鼓鼓分析 因為這個鼓裡面比較多其他的 所以這邊它大部分都會擠在左邊 那附律動通常會比較激動在中高音的地方 就是這邊中高音的地方 所以低音跟高音兩個之間 會產生一個平衡的狀態 比如說一首歌裡面要低音 要中音要高音 這樣子它才能夠很輕調 不然一首歌都非常的尖銳的話 你聽起來就會吃了 好,這個是第一個 就是主律動跟附律動 好,那你可以選鼓或是BASS 我等一下把BASS加上去 然後附律動可能會有吉他鍵盤 我們這邊只有前段而已 所以我後面再加一點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是只有四個循環 就是四個主動詞 大概八個小時 到這邊放個小時 那我假設我這一段 我希望能夠做成音畫好了 好,這邊我們把BASS加上來 對,是這個BASS 你找這一個 那這裡的話我再多加一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要不要加上去啦,因為一首歌30秒的話,你可以變化一點 因為大家第一次做完,如果你不加的話沒關係,我只是示範給大家看一下 主力動裡面會有兩個一個是5跟Face 然後我們把Face在第二次循環的時候把它加進來給大家聽一下 一樣我們就是拉這個16,25的同學組合 那這個呢,我再把它理解一次 好,那谷的部分啊 這個谷的節奏是指於中,就是180的部分 那假設第二段,我們可以把它再加快速一點 找一下快一點 好,這個比較慢喔,換一下位置 好,所以前面這一段呢 我們先聽譜一下,前面這個比較慢的,這個比較快一點 好,所以前面這邊跟後面是不一樣的,那我們來聽一下 中間這一段,和弦的很好一樣的,就是這邊跑完了,然後這邊再一次 然後第二段呢,我們加上Face 去聽一下,第一個Loofer跟第二個Loofer有Face跟Face之間的差異喔 BioCat 这样子你是不是可以产生 虽然我的副律动是一样的 可是你会经由不一样的副律动的一些配合 跟不同乐器安排在不同的时间出现 你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所以这个是我们的点 就是我们的主律动跟破律动 所以这个点基本上你完成之后 这首歌的风格跟它的节奏这些大致上都很笔定了 那接下来我们就是要插上主旋律 就是我们的线 那线的部分有两个部分 一个是主旋律,一个是插入音 也就是我们的后门 好,那我们先把主旋律 他可能是一些乐器的收入啊,或是一些人声 好,那我们把主旋律把它放上来 那主旋律的部分呢,我们拿人声好,这边有一个 那人声也是一样可以用一下那个 一样不大器,就让它变坏 那我们从第二章开始好了 稍微信 Parliament 如果那会吗 之前 έ记得到 一定的一章 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我們可以讓樂器,通常歌曲都這樣 一開始就是樂器越來越少了,對不對 然後是你歌曲一直進行的時候,樂器就會越加越多 加到最多的地方就是你的副歌,就是最高潮的地方 所以這個拼牌是一樣的,從開始只有一個樂器 然後兩個,然後到三個 所以一開始只有我們的副律動,然後接下來我們主律動加進來 然後跟我們主旋律加進來 最後這個地方我們一樣,再加上Bass、吉他、節奏跟人聲 好,我們從這邊開始換一下節奏 好,讓我們聽一下這樣的感覺 中文字幕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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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 插入音跟过门,就是你的线的部分 让不同的节奏段落能够有一个衔接的感觉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插入音比较是在主旋律禁止 或是长音质 或者是回应你主旋律的一个对话 那这个是课本上面,所以看起来很抽象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怎么透过这个过门跟插入音 让这几个能够更似乎一点 比如说一开始这边,我们是不是从吉他考完核选进来之后 好,是不是感觉好像少了有东西就直接进来了 那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透过 把这边打一下 好,比如说过门跟插入音,去做你的一些衔接的动作 那我们找一下一些素材啊,可以帮助我们去做一下这个 像这种连续打击的部分,我们可以把它做到过门 好,像这地方,这个演奏感蛮强,就可以把它 我先出一下后面的快额 好,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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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这个其实只要放开就好了 好,这边把它调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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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这边调回来 好,这边说 好,这边都会有一些小法 好,这边呢 好,这边都是在我们的调回来 好,这边是我们的调回来 好,这边是我们的调回来 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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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这个呢 可能要再调一下 这个 这个是效果部分 那弦乐的话呢 我换一个别的 这边没有弦 弦乐 它英文叫 strmgs 好,那我可以 这个里头 第二节这边呢,我可以 加一些 原来进来 那前面这边我还没有处理 所以你会听下来 前作跟第一段这边 先先挂挂看 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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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要 就是 你的 点 然后 线 跟面 好,那分别 追到这五大元素 你的架构 就是底泉率 跟二杆率 会建构出你的歌曲的节奏感跟他所要表现的风格是什么 那有了这些风格之后呢 接下来就是你的主旋律了 这边应该有什么难道问题 那面的部分呢 就是要来帮助你去把整个歌曲主要表达的情境 可能需要开始整个一些语声啊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效果 然后后面呢去把你整个歌曲的意境跟情绪呢 它移造出来 那重点是这个线的这个超音跟过温 就叫辅助你 因为我在之后跟大家讲说段词 我们说这个字我根本是属于APA 我们的AP形式的 那每个段落跟段落之前必须要有的衔接 这就是我们通过这些超音跟过温 那这一条线呢 除了鼓旋律以外能够让它整个更似乎的 可以串联歌曲的每个部分 好 所以啊 今天的主要重点是跟大家讲这个 刹那面像 好像是点线面对应到的这个五大元素 那这个你要自己试一下 那这边有一个我们之前上课用的哦 我们试一下 这个是另外一个后格 这个是包含的那个曲式段落在里面的 那我们今天跟大家讲的这个呢 是没有办法的 所以你听起来 整个段落会有点 就是比较飘碰一点 那你可以听一下这边 然后我把点减附上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三十秒的一个简单的 这个有分段落啦 所以你听起来感觉就比较完整一点 那这里面呢也是一样 就是我今天跟大家讲的 就是你的腹律动 腹律动 过门 然后秤体音 还有你的主律动 跟其他的一些 就是效果音的部分 你可以自己 藉由这个概念 基本上就可以辅助你啊 去做出一个 比较简单一点的一个 音乐出来 好 那这个是给大家今天做参考的地方 我拍摄 点赏 在这个视频中 为什么 咱们